今天老婆说想吃辣 我们来做个简单一点的生蚝包 准备食材 生蚝、虾仁、金针菇 还有一个红葱头和一块姜 和一点泡发的粉丝 把金针菇的根部给切掉 再切点红葱头 姜片 起锅烧油 砂锅下一点点油 把姜片和红葱头爆香 再把金针菇放进去 泡发的粉丝 铺平它 虾仁摆开 再把生蚝倒进去 铺平它 这道菜最重要的调料 朝上的蒜蓉辣椒酱 这辣椒酱非常的辣 不会吃辣的话不要加太多 这个辣度我们家的摄影师都觉得不够辣 所以一般还是很OK的 再来上一勺鱼露 盖上盖子 煮开后 熟火焗5分钟 不用加水 时间到开盖 盖 盖下 撒一点小葱花 倒流 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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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酒放均匀来吃 才够味 可以直接当饭吃了 摄影师在旁边吞口水 这都被你听到了 这个粉丝特别的入味 特别开胃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三哥 三嫂说你做好不能偷吃吗 羞羞的 我等一下分你一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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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